請蕭校長致詞 大會主席 大家會仔細去觀察 我們現在有全國唯一有貓頭鷹家族的校園 他有非常多的業務 那現在呢 所以其實我想應該還有進步的空間 應該要做第一 而且要在世界上有這個相當重要的地位才是 所以這個是我對大家的期許 那我在竹書館畫了一個牌子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說是登上頂尖邁向國際一旅 我每一天從我的辦公室看出來就是看到那個牌子 很多的朋友或是外賓來我也秀給他看 這個就是我的一生要努力的目標 我希望我們全體同仁 都以這個為目標 當然那個劉智 你們可能看到 我們還會叫那個負責的人再給他加上一點 就是說大家才不會誤會我們中興大學 怎麼文化水平這麼低會缺一點 可是他告訴我要花八萬塊 所以可以改那個東西 所以我就換一個說法說 我們離國際一流大學還缺那麼一點 我們缺那麼一點 所以要好好努力 大家繼續努力才能夠達到國際一流的目的 所以這個我也是對大家的期許 希望各位校友們好好的協助中興大學 希望真的我們有一天是成為不但是國內頂尖 亞洲頂尖 而且要世界一流 好 最後我就祝我們這個校友們 這個身體健康 自視如意家庭幸福美滿 然後這個大會非常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